目前我是在成都东服务区 我下午本来是要去成都市的 在那找了一个录音地 一个公园的停车场 结果堵车呀 这个成都高速路上都堵车 我是见识过的 因为我在从北川过来的这个 过程中就堵了三段 每一次都要堵个20分钟左右 所以呢我就 我说在这个成都东服务区 我休息一会儿再走吧 后来让我发现了 这旁边就是那个叫什么 青龙 青龙湖 青龙湖冯顶区 好大 可漂亮了 下午还带Lucky去逛了一圈 结果那会我的手机在充电 所以我就没带 然后我想说是在这个成都东服务区 我住一晚上吧 我找的这个地方 倒是在充电站旁边 没什么车 太吵了 我想剪视频都没办法剪 太吵了 因为就是在高速路上嘛 这个地方离那个 离那个高速路很近 然后我一看 我说要不然我就不下高速了吧 我直接往那个 你看太吵了 我快去闯我关一点 我说我直接就一路高速 往亚安 康定方向走 我一看 哦 成都绕城 这会儿还在堵着 现在已经快九点了 快晚上九点了 要不然我取来洗个澡 我准备洗个澡 到十二点钟 看他如果不堵了 我十二点走 我实在不想堵车 我对这个堵车 我失误痛绝 头发好痒 我去洗个澡 看看啊 现在是晚上九点十二 看一下这个成都绕城堵的这个情况 我现在是在这个位置 在成都的外表 外围 看 这这会儿好多了 我估计到十二点 应该不堵了 我就十二点走吧 只要走出这个绕城这一段 明天白天也就没那么麻烦了 看 我一看到这红的 还有这黄的 头疼 这个地方是新津服务区 我昨天晚上从那个 成都东服务区开到这儿的 就是我是十一点半左右 从成都东走的 然后那个成都的那个绕城上面 还在堵车 幸亏我是昨天晚上过来的 如果今天白天的话 我还不知道要堵到什么时候呢 然后早上我刚一起来 就来了一个应该是当地的警察 他问我说是还要休息多久 我说可能还得一会儿 然后他说那你就可能得等的时间长了 因为前面封路 然后我说那我就等一会儿吧 他就把我的驾照给拿走了 然后我就开始洗衣服 打扫车里卫生 结果我衣服还没洗完呢 他就把驾照给我还回来了 现在呢 我带Lucky六一圈 我打算去前面的天泉服务区 天泉服务区也是 这个自驾318 必打卡的一个服务区 也是一个网红服务区 然后从天泉服务区 到炉定再到康定 这一段我都打算走高速 不打算下道了 这个户外居然有四个水龙头 这加水相当方便 但是我车里水是满的 所以就不加了 走吧Lucky 咱们回去吧 回去咱们就该走了 昨晚把车停在这个厕所门口了 洗衣服什么都很方便 就是味儿也不是很大 赶紧走 上车了 今天的猪饭 就在这个服务区解决了 这个是鸡腿菇炒肉15 这个是10块 总共这么多是28 本来想就不吃了 本来想 看这会儿时间 也到了吃午饭的时间 吃点 省得我做 猫狗都吃过了 该我的 米饭应该是可以随时加的 还有个汤也可以加 具体的 有没有 咱们 摔熟 吃得干干净的 干净净 一点不浪费 两碗热汤给我干得满头汗呢 这两天的这个天气是越来越暖和了 白天动不动就爱出汗 我改变主意了 我准备去亚安 一会就下高速 直接先到亚安待两天 水泵关掉 泥边气关掉 走了 小豆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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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到那边去 到这边来 你坐这 你开车 你准备开车 坐好啊 蜜蜜 你早躲这来了 哎呀 再就好 蜜蜜 你要不要下来 要不要下来 哎呀 这豪放的姿势 这豪放的睡姿 我的天 真是个女孩啊 看你的姿势多奔放 老给 热不热 我都觉得好热 一会儿 一会儿一开车 他就直接跑前面这儿来了 就趴这儿了 车开起来就不知道了 咱走了 我觉得就快到夏天了 不过今天 外面有风 我的窗户又不敢开 开了这几个猫全都准备望出虫 我都不敢开 看 只要过了那个成都绕城 一路畅通 就不会再堵车了 我是对这个堵车是深恶痛绝呀 快到亚安了 还有8公里 到达亚安美术费站 47.5公里 也不贵啊 我从背船上了 100米后永长实现 请提前走右侧车道 哎呀 就算找到一个安静的停车场 车不多 这个地方Lucky可以好好玩的 这两天在服务区它没怎么玩 你等一下啊 我把拓掌给你打开 喝点水再下去啊 嗯 好好好 嗯 窗户开开 偷偷去 这边凉快 那有个帐篷 好像也是自驾的 摆了个桌子 锅碗什么的 小豆芽 小豆芽 好 给 先喝水 水喝了再下去啊 快 喝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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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